这是一个喜欢贴标签的时代 人们出去找工作会给公司贴标签 去超市买东西会研究商品的价钱 而且出门社交甚至是 用MBTI代表了星座 作为你自己的标签 不过好在我们研究汽车 会相对更直接一些 你想要运动就可以选择宝马 如果你想要安全就可以要沃尔沃 我觉得沃尔沃的标签 实际上比其他的车要更容易打动人一些 因为毕竟谁不想要安全呢 对不对 以前我们人静皆知的案例是沃尔沃的工程师 发明了三点式安全带 而现在呢又跟骨科医生一起研究了一个 更安全的座椅 保护别人的头颈 而且除此之外呢 还有非常全面的主被动安全系统 化危险于无形 并且购买沃尔沃的这群人啊 其实也是有标签在身上的 因为成熟稳重有内涵 就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 所以妥妥的一款车代表一群人嘛 我们刚刚说到的品牌理念和一些特征呢 我更愿意理解为是沃尔沃丰富的内涵 那么我觉得他既然作为一个豪华品牌 其实一些表征上的东西也是值得研究的嘛 因为我自己是学设计出身 然后上学的时候 教授就经常跟我们说 设计上最难的就是做减法 因为你做减法需要考虑到功能 跟设计上的一个平衡 而这些设计上的平衡呢 又要意义贯之的反映在品牌所有的产品线上面 这背后需要做的取舍其实就比较多了 不过好在的是呢 我们作为观众和消费者 只需要在意结果就好了 所以很高兴就能看到 新款XC60上面依然是有这些干链线条 跟比较丰富的形面 带来的一个优雅的体态嘛 而且设计是在一些细节上面 其实也是灌出了非常浓郁的产品特征 就比如说雷神制式的大灯 以及维京战斧的尾灯 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家族延续性的 而且在整个品牌的设计线当中呢 也是有很好的一致性的 而且比较令我高兴一点就是 沃尔沃在所有的设计上面 其实都是有设计一致性的 因为哪怕你往前倒数20年 甚至更长时间 沃尔沃的设计一直是遵循了一个 温润如玉优雅眷勇的一个设计风格 怪不得那些高知人群都喜欢这样的一个造型 其实评价豪华车的内饰除了设计跟配置本身 对于乘客的关怀以及一些情绪价值 其实都是要考虑到的 设计我们就不多赘述了 整个非常简洁耐看的风格 都是跟外观一脉相成的 而且你在一些用料跟装配工艺上面 你都能感觉到它是非常精致的 其实我们在中控台 以及中方扶手区看到的木质装饰 其实是一种颜色纹理非常独特的漂流木 而这个挡霸 它所用的水晶材势 其实是来自瑞典皇家御用的 并且前方的旋钮 它的工艺其实也是比较精淡 你去拧它的时候 每一个刻度 其实都能感觉到细腻的手感 还有我个人比较在意的一点 就是指导价40万元价位设计 一定是要给到全真皮的XC60 其实就是全部的NAPA真皮包裹 相比之下 对面的X3只给到仿皮 我觉得诚意上是稍微轻 整个车机操作系统上面 我觉得XC60还是占点优势 因为它整个车机实际上 是一个延伸的安装系统 然后它自然的就会在周边APP的 知识性上面会更加的丰富一些 而且它有一个跟科大迅飞一起联合 做的一个语音识别系统 而且准确度 易用性都是比较好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好小沃 请说 导航到洪桥机场 第一个 整个导航的话 其实它用的是一个跟高德一起做的地图系统 而且说完导航之后 其实就马上会把导航的页面处理到整个仪表盘的前方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分散眼前的注意力 去看这个素项的屏幕 你在仪表盘前面驾驶员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导航机器 那坐进这个X3 我会觉得这个车机实际不是最新的版本 但我觉得是比最新的iDrive 8要好用的 因为在这个7或者7代半的上面 其实整个的菜单切换还是比较清楚的 而且每个页面之间它的逻辑也是比较好用 能让人搞懂的 就是在功能扩展性上面 其实是稍弱于一些用了安卓车机的XC60 如果整体上面来讲 我更愿意用老的而不是那个新款 那现在来聊一些人文关怀跟情绪价值方面的东西 之前开头也说到 这辆车的座椅实际上是跟医生联手的 那准确来说是沃尔沃联合了瑞典皇家的医学院 研发的这一套座椅系统 它是能够尽可能的保持不同体态 不同身高的人能最大程度的用自己身体贴合到这套座椅 来提供一个更好的支撑 然后这套座椅就是一种适应度更高的人体工学座椅 那我的身高是195分 现在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身高的人 在遇到这张座椅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效果 你看首先它的头枕和靠背的肩膀 也能给我的肩部其实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支撑 整个一体化的头枕是头巾保护的一个部分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防止你在遭受碰撞的时候 脑袋回弹 然后给颈椎带来一个二次伤害 这样的话 其实脑袋是能稳稳的落在这张座椅上面 这个东西有个专有名词叫一个防鞭打效果的一个座椅 而且整个座椅的设计其实也是考虑到了 不同骨骼及身体力量的人 然后它有不同的身体特征 所以的话无论你是身高195还是15 调整好你的驾驶做的之后 你就尽管开把身上的交给罗伍 对了其实还有一个人文关怀的小故事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在沃尔沃的团圆当中 它有一个鼻子小组 NOSIM 这是一个由8位专业的检测人员组成的一个小队 他们的职责就是用分数从1到6 给内饰的气味去做一个评计 然后有一次在他们工作当中 遇到就是用机器检测车内的空气质量是合格 但是一闻就发现有一股怪物 然后他们仔细分辨车发现 是鱼腥味 为什么会有鱼腥味呢 就是因为这批顶红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曾经被误放到了一个运输海鲜的卡车当中 所以才会有一些味道 然后沃尔沃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 也不是给这批顶红去除味 而是把装有这批顶红的车辆 全部重新装一面换了一批新的顶红 所以你们看 就是沃尔沃对于安全健康方面的坚持 其实还是一如既往观传失误 那这新款的XC60跟宝马X3上面 其实两个车都有丰富的动力总成 可以给大家选择 但是我觉得抛开价格 弹动力其实都有点耍流氓 因为你在裸车价30万以内的区间去选的话 我觉得XC60其实是能够提供B5动力的 就是2.0T的高功率254马力 并且能有一个48伏的混动系统价值 我也说这套系统我这两天开下来 其实燃油经济性还是不错的 在我平常上下班的路况区间上面 其实它只需要百公里7.0升的燃油 就是今天早上刚开的 然后我平常开的A3就是一个2.0T的前驱小钢炮 那个车比这辆车轻了500公斤 它们俩油耗其实差不多 所以这车的油耗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另外一个让我感到欣喜的特点 就是这辆车它在起停工况的优化其实非常好的 无论是发动机的停机还是起机 整个振动几乎是不可感知的 而且基本上就是靠仪表盘上面显示 转速到0或者就是1000转 你才能知道 这发动机其实是停止工作或者已经开始工作 但其实无论是从发动盘还是踏板还是座椅 你真的感受不到这个震动的存在 开上这辆宝马X3我会觉得它同样是2.0T的动力 但输出还是稍微弱了一些 184马力的最大输出 其实日常用起来是没有什么毛病的 而再加上8AT的变动箱也是比较丝滑流畅 日常用起来动力是足够的 但是你跟爆发力机型这些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还是要结合价位来聊动力的对吧 你在30万左右的裸车价格里面只有184马力 很显然在储备方面确实是不太紧了 除了入门就是B5的动力之外的新款XC60 实际上还标配了带有L2全套加持辅助功能 Pilot 6功能 实现这功能就靠了一个单目的前置摄像头 3个毫米波雷达 4个团式的摄像头 然后还有12个超声波雷达 然后它能实现的功能 全速以0到130公里的一个自身巡航系统 并且带有车道保持车道驱重 然后还有一个拥有跟停的这么一个功能 其实我实际用下来的话 它就是非常老练的 然后就是纵向的加减速控制 让人非常的舒适 哪怕侧面有个车辆快速的cutting到你的车道中来的时候 其实这套系统都会给你一个比较粗的减速 整体都是一个很柔和的感觉 所以用下来体验是不错的 相比之下宝马X3在这方面它没有标配 然后如果你要选择这套类似功能的系统的话 实际上是要多付出18000块钱的代价 所以这方面讲的话 我觉得XC60还是一种有用适 所以你想想看全系标配的一个全轮驱动 然后L驾驶Pilot Assist这功能代表了什么 就是我会给你一个全天候安定的驾驶体验 在仔细开完了新款的XC60之后 其实有种感觉就是这种在意细节 并且把豪华用一种平静而克制的手段 表达出来的车型还是很能打动我的 因为无论是简约而不简单的外表 还是丰富而精彩的内在 都是很有感染力的 我想这也是很多 这有真的精英人士青睐无耳握的原因 而且最关键的是现在如此有细节 有涵养的一个车辆 其实官方又会价28.9万元 甚至你在一些中端零售店会找到更大的惊喜 所以比身边的不到200马力的X3 还要再便宜2万元 我觉得这样是不是更有物超所值的感觉